這些症狀都很像感冒 先來一個一個帶大家看 因為肺癌都長在氣管 氣管如果這個 癌細胞的刺激 它就會咳嗽 所以咳嗽是絕對是 那跟一般的感冒的咳嗽不太一樣 感冒的咳嗽會好 幾天後就好了 吃藥就OK了 對 但是這個就是咳嗽好幾個月 持續性的咳嗽一直沒好 而且越咳越厲害 甚至潭中帶血 咳嗽還潭有血 這就是很不好的現象 預估是說大概要超過多久 你就覺得一定要 一般我們認為咳嗽超過一個月 你就要很小心 但是還有進展性 咳嗽 咳嗽 久咳不渝 那個還好 但是咳嗽越來越厲害 痰中又有帶血 胸悶就是說它腫瘤大了 壓迫你的器官 讓你呼吸不好 或者積水 積水又會讓你感覺這個胸門 甚至造成呼吸急促 那如果有一些轉移到別的地方 你會造成食慾不振 那體重也會減輕 那如果又有腦部轉移的話 又會影響食慾的中速等等 那如果你這個腫瘤夠大 可能就壓迫器官 就引起感染 那就會發燒 然後就會增加呼吸困難 然後吞咽困難 是這個腫瘤如果夠大 它可能影響這個食道 會讓你吞東西吞下去的時候不順 但是這些講這些症狀就大概都已經太厲害了 我們不希望到那個程度 然後暈眩往往腦部轉移也會容易造成 聲音上還是壓迫淋巴 然後使得這個煩猴神經一樣 但是剛才講的都已經是比較早 默契的 那早期是完全無感嗎 無感 連咳嗽都不會有 對 所以現在我們也鼓勵 鼓勵政府開始要做早期篩檢 我們現在政府有試癌篩檢 就是有子宮頸癌 大腸直障癌 乳癌 還有頭頸癌 這些早期發現可以對村落裡有幫忙 那現在因為肺癌來勢洶洶 那已經定義維新果病 也認為早期篩檢 一定可以改善 它的存活力 現在篩檢是還是要自費的 現在因為政府已經 事實上有一個研究已經做了五年七年了 就是會找高危險群來做 確認低激量電腦斷層 是可以早期發現的 好不好 已經確認 所以他們現在大概在明年 再幾個月以後 就會推出我們的第五種公費的 癌症篩檢 就用的是低激量電腦斷層 問題是哪些人是高危險群 現在就界定上是會有很多意見 因為這直接牽涉到 它等於是現在 癌症篩檢裡面最貴了 做醫治可能要五千塊 當然人數做多了 可能就會減低到三千五 也許能夠到兩千五等等 難怪說在健保上面花費也是滿高的 對 現在這是財源籌疚的問題 剛講到高危險群 這是關鍵了 大家要怎麼知道自己是不是呢 我們先從生活中的定義來看 先自我檢視一下 這個全球都公認抽菸的人 問題是抽菸是一天抽一包 抽十年算不算高危險群 那現在有一個公定的標準就是三十包年 三十包年 就是一天一包抽三十年 那你如果一天兩包 他抽十五年就到了 所以三十包年是目前定義的 那有人說我是二十包年 我才抽二十年 我能不能算高危險群 理論上我們都認為 只要你有抽菸 都應該都要考慮 不過政府的財政 是現在先定義在三十包年 同時你有這個 有家族史 這個是很重要 就這兩個是重要 但細節還沒有公佈 那但是我們覺得 這樣還是不能涵蓋那些 沒有症狀的 不抽菸的 沒有家族史 但是他還是照樣得會 這樣的人大概有接近一半 有接近一半人 都是不是高危險族群的 都是莫名其妙想說自己怎麼 尤其是尼訓 尤其是尼訓 他可能收到二十五年 二十五年怎麼定義 沒有辦法定義 是 那廚房郵言說 我一天一個禮拜炒五次菜 這個算不算廚房郵言 這個都是很難定義 所以我們會鼓勵不管政府宣布 什麼樣子的危險的高危險群 他是可以用公費的 但是我們覺得民眾還是自我 自我保護 能夠在你每年或者每一兩年 做健康檢查的時候 就把第一階段電腦斷層 當作是你智慧的項目 我們要鼓勵做這個 吸菸的 然後剛才有講到家族史 曾經罹患肺結核 跟肺部慢性發炎的人 那就是說有很多人可能 譬如說長期的氣喘 長期的胸部發炎叫COPD 慢性 主三性 肺脊患 這些人也是另外一個危險因素 但是政府要不要把這個也列入 因為這些病很多 那我們也從這裡面看到很多事實上 最後都有肺癌 比例很高 所以這些人在做健康檢查的時候 我們鼓勵你智慧做LDCT 叫DG量電腦斷層 長期步入在治癌環境 所謂治癌環境是哪些 那就是空汙高 現在政府已經開始注意 空汙是造成新國病一個 過去忽略的原因 現在重新來重視 那所以這個很有 譬如說我們南部地區的人 因為空汙 空氣的可見度 就是跟北部不一樣 北部現在已經改善很多 那這個就最近這四年南部的肺癌就開始增加 可是是這個關係性 從流行並行來看 這關係越來越清楚 所以將來一定會把這個列入考量 只是還沒有定義要怎麼樣來規範 然後再來就是你食堂處於工廠廢棄 會產生的地方 譬如說金屬業 野礦業 或者製造石棉的地方的工廠等等 或者你有機會 在很多防射線的工作的環境下 這些都要變成個人的一個 可以保護我們的肺 好 那如果以台灣人政治經紀委 我是台灣人政治經委的執行長 我們推廣的口號就是天天舞蘇果 然後後來就是蘇果彩虹武器 所以我們吃蘇果盡量多樣 就不同的顏色 彩虹分布 每一種顏色有它的限量 對 那這裡只是舉個例子 真的是研究可能也比較多 統計也比較多的 譬如說魚 我們要吃動物的蛋白 魚是一個很好的來源 魚最主要是它的魚油 魚油裡面有Omega 3 這個多吃都是無望 然後多纖維的來源 就來自於顴骨類 草米 然後玉米是主食之一 也是一個蔬菜 像這些都盡量不要偏諱 花椰菜也是認為 在抗癌的程度裡面 它是明星蔬菜 這個叫做紫化素 就phytochemical 在花椰菜裡面是很好的 胡蘿蔔也是很好的 然後還有蘋果 橘子 還有水當然 問水一天就是要足夠的 這個至少要1500cc 能夠到2500那當然很好 然後綠茶 綠茶好還是紅茶好 基本上只要是茶都是好的 那是它發酵的不同而已 那這些都是具有抗氧化 然後具有抗血管增生 然後必要說誘導癌細胞的凋亡 讓那些癌潛病變的細胞 能夠就不成氣候 這個茶是要自己泡的茶比較好啦 在外面買那種手搖杯 可能比較有疑慮一些 我覺得你的建議是很好的 自己很喜歡泡茶 因為外面的手搖杯一定含糖嘛對不對 我是 喝糖反而也是一個治癌 對對對 對這個癌細胞成長 提供一個環境